大家好,我是财妈小庆 最近我看到一条留言 问我家里的老人能不能给孙子孙女买保险 虽然说老人对孩子的喜爱之心值得欣赏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谨慎一些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首先作为投保人的主要有本人、直系亲属 或者是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直系亲属呢 比方说像配偶、父母、子女、赡养或者扶养 都属于直系亲属 为了防范道德风险和逆选择 如果投保人想为被投保人投保 需要符合这些关系当中的一种才可以 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关系 买了保险之后出现了恶意制造意外 雇雄等蓄谋行为 损害别人的利益 自己赚取保险金的行为 是保险和国家不允许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爷爷就有什么坏心思 只是从理论角度上来讲 爷爷和孙子的关系 没有达到保险法所规定的要求 那如果老人一定要给孙子买保险 该怎么办呢 真的没有办法吗 其实是有办法的 如果孩子已经成年了 只要孩子签字同意 老人就可以为孩子投保了 如果孩子没有成年 法定监护人啊 比方说父母啊 书面同意就可以给孩子投保了 如果孩子的父母双亡 或者失去了监护权 老人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其实是可以投保的 当然了如果比较放心也可以把钱给孩子的父母啊 被保人受益人都写成孩子就可以了 只是给未成年人投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啊 保险法规定除了父母以外 其他人不能为10岁以内的孩子投保 还有身顾责任的保险 即使得到监护人的同意也不行 也就是说老人只能给10岁以内的孩子投保 没有身顾责任的保险 比方说医疗险啊 重疾险啊 年金理财类的保险啊 那如果想给10岁以内未成年人投保 身顾责任类的险种 投保人必须是父母 而且即使是父母投保 对于死亡保险金的要求 给予道德风险防范的考虑 也有明确的金额限制 感谢观看